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文宏 我是古殿強 我叫高李宗俊 我是杜一凡 我是杜一凡 我是韋傲 我是以馨 我叫高明成 我是宇盛文 叫德路救生老王 我是張樹林 我是瓦達 這次的作品呢 用的是鄒族的素材 SQUARE 祭典的祭 那個SQUARE 的意思呢 是因為我的陰階 就是把它排列組合出來的話 剛好是一個正方形的形狀 也象徵著鄒族是重視家庭 然後團結的一個象徵 百合塞 心中的勇士變無理念就是獻給靈魂顏色不一樣的人 然後我希望他們能夠勇敢做自己 百合塞 心中的勇士變無理念就是獻給靈魂顏色不一樣的人 這次作品名叫鄉愁 裡面內容是我自己的故事 這次作品叫做守護一個家 這次作品叫做守護一個家 他其實是在講一個在室內的貓 他想要守護他的家 但是有一個外來的貓進來侵略 所以他們發生一場打鬥 然後最後那個主人回家以後 覺得很難過 但是這隻貓也相對的守護了他們一起居住的家園 武吉那尼他是表示一個人在自我孤獨的狀態下 所以我用這個武吉那尼來衍生出我對於文化的反思 我讓大家認識我是誰 那我也想讓觀眾知道那你是誰 那做做這個作品 我希望能夠得到一個很重要的點是 當我們人在不斷地摸索這個世界的時候 必須要回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是 你的根在哪裡 你的家在哪裡 這次我帶來的作品他叫做獵人 獵人是把部落的曲調 把它換化成一個很新穎的方式 數位化把它變交響化 或者是更新穎的世界音樂化 將我們部落的素材跟題材拿出來 拿來告訴大家我們部落的一些生活的方式 這次的作品是 Smoop 數 要說的是 數算數字跟 背送經文之間的心靈的平靜 今天帶來的作品是粉紅色 然後這個作品呢 其實要獻給我的爸爸媽媽 幫我媽從小給了我漂亮的元素 在我的生活裡面 以後爸爸給了我每天看 新娘子結婚的感覺 然後讓我帶到這個作品 創作主題是走 歧視跟自我認同 一些社會上議題做創作 然後為什麼會有這個動機呢 因為我覺得這些議題 需要被放大 讓大家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想用我自己經歷過的事情 然後去展現這些事情 虛構的身影不惜反 是在講部落傳統信仰 如何在現代的社會中生存 傳統信仰在部落 它遇到了很大的困境 但是我們希望就是 它能夠像生命一樣 生生不息 今天表演的主題是 歐努故 法的意思 歐努故在我們部落裡面 是混血的意思 我們這個主題主要是講 大世界的融合 然後我這一次帶來是 月球上的直流 是從一個太亞族媽媽說 人都到月球了 怎麼還不學支部開始講起 我這次帶來是